哈巴谷书 哈巴谷生活在南国犹大灭亡之前的最后几十年 那个时代充满了不义和偶像崇拜 他预先看到巴比伦的威胁即将到来 对任何人来说这都不是好消息 但跟其他先知不同 哈巴谷没有指责以色列 甚至没有代表神向百姓说话 相反这卷书记载的全是他向神说的话 这卷书也描述了他的内心挣扎 当他看到世上充斥着各种邪恶和悲剧时 神依然是良善的吗 其实哈巴谷写的是哀歌 类似于诗篇中的哀歌 诗人向神抱怨 让神重视世上的痛苦和不公义的事 并求神出手解决 理解哀歌的形式 是了解这卷书的结构和信息的关键 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哈巴谷和神之间 你来我往反复两次的辩论 先知发出了两个抱怨 而神也给出了两个回应 哈巴谷抱怨的第一件事 是以色列人的生活很败坏 漠视律法 导致发生了很多残暴和不公义的事 而以色列那些败坏的领袖 却假装看不见 哈巴谷呼求神伸手解决 可看起来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 但忽然之间神给出了回应 他说他很清楚以色列子民的败坏 他正召集巴比伦的军队来审判以色列 这与弥迦和以色列的信息很像 神说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义和邪恶 他会使用巴比伦 这个令人恐惧的帝国吞灭以色列 哈巴谷显然对这个回应并不满意 所以他再一次发出抱怨 说巴比伦比以色列的罪更大 更残暴 更败坏 他们把自己的军事力量当成神 像对待动物一样对待人 抓捕人 好像用网捕鱼 哈巴谷说 巴比伦吞噬列国和列国的百姓 只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帝国 然后哈巴谷问神 你是圣洁良善的神 怎么能使用这么败坏的国度去改变历史呢 他要求神给一个解释 哈巴谷甚至把自己看作是城墙上的守望者 在等待神的回应 而他最终等到了 神让哈巴谷拿一些石板和凿子 写下他看到的意象和听到的话 这个意象是关于未来某个指定的日子 即使这个日期好像迟迟不到 但最终一定会出现 神说一人必因信这个盼望和意象得到生命 那么哈巴谷要记下的这个神圣的应许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应许就是神会消灭巴比伦 神说列国的残暴和欺压会制造出一个无休止的复仇循环 神会使用这个循环兴起或消灭各个国家 纵然神会短暂的使用一个像巴比伦这样败坏的国家 但这绝不意味着神认同他们的行为 他会用公义来审判所有的国家 所以巴比伦会像跟他同样残暴的那些国家一样被毁灭 接着神的应许得到详细的阐述 这里列出了五场灾祸 描述了像巴比伦这样的国家所行的欺压和不义的行为 前两场灾祸针对的是不公义的交易行为 比如有钱人收取高额利息 让穷人陷在债中 他们通过不正当的手段积累财富 第三场灾祸针对的是那些奴役人的行为 他们对待人好像牲畜一般 如果不劳动就用暴力恐吓 第四场灾祸针对的是酗酒不负责任的领袖 在他们昏庸的领导下 人们遭受苦难 他们却把钱财挥霍在艳乐和娼妓身上 最后一场灾祸揭露了推动这些国家的偶像崇拜 他们把金钱权利和国家安全当成自己的神 不惜一切代价向这些东西效忠 以至于人成为帝国的奴隶 对这些行为的描写不止限于巴比伦 这也是关键点 因为人的堕落最终大部分国家会像巴比伦一样 所以在这卷书中 神对哈巴谷的回应 也是他对所有在类似于巴比伦这样的国家统治下的人的回应 不过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 神会任由那些像巴比伦一样的帝国 不断的经历兴衰进入没有止境的循环中吗 这个问题正是第三章所讲的 从前面可知 这正是哈巴谷的祷告 他一开始就恳求神伸手灭掉败坏的国家 就像他在古时所做的那样 接下来是一首非常古老的诗歌 这首诗描述了神大能而可畏的显现 与弥加书和纳洪书中开篇的诗非常像 也与出埃及记中 神在西奈山显现的场景很相似 有云 有火 有地震 当创造主降临人士审判人的罪恶时 人人都会仰望住世 接着哈巴谷把罪恶被击败的场景 描绘为未来的出埃及记 就像在跟法老作战时 神像勇士一样出现 令红海分开 哈巴谷说 神会再一次击打恶人的房顶 法老好像巴比伦一样 成为所有邪恶国家的原型 但是当神对付邪恶的同时 他也会拯救子民和他所高利的人 这指的就是从大魏的血脉出来的君王 所以在这首诗中 过去出埃及记的事迹 成为神将来要施行拯救的意向 他会再一次战胜邪恶 消灭法老和巴比伦 为所有人带来公益 拯救受欺压的人和无辜的人 这个盼望让哈巴谷能够用充满盼望的赞美 结束这卷书 即使这个世界因为粮食短缺 旱灾 战争或者其他原因而支离破碎 他仍然选择信靠神 立约的应许而充满喜乐 所以在这卷书的结尾 哈巴谷成为一人因信得生的杰出榜样 哈巴谷承认 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了黑暗和混乱 但他邀请我们踏上信心的旅程 相信神对这个世界的爱超过我们 有朝一日 他将除去一切邪恶 这就是哈巴谷书的经意